谈论不同剧情看尽人生百态 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部 小道士被困画中500年 当出来后发现已经到了现代社会的电影 话说开天一时妖怪们被关在了天牢 只要吹神笛吹满3000日夜 就可以镇压妖怪们的魔性 不料三位守门神仙的疏忽大义 在2999天的时候就打开了封印 导致妖怪们的魔性瞬间被唤醒 并抢走标云台德的神笛 最终潜伏人间 为了弥补过错 三位神仙只好下凡斩妖除魔 还找到大道士画坛帮忙 一番寻找后 他们发现了神笛的踪迹 接着该男主田允志出场了 他仗着自己有点道行 整天到处兴风作浪 借着会点法术 便扮成玉皇大帝戏弄皇帝 大闹宫殿一番之后 钻进了一幅画里面 骑着一匹马 悠哉悠哉的跑了 皇帝勃然大怒 下令全国通缉田允志 此时一个大官 看上了一个小寡妇 秀珍 花钱让田允志 把秀珍劫走 恰好秀珍的家人觉得 她会给家里带来厄运 所以也雇来山贼杀她 就这样田允志误打误撞 救下了她 谁知田允志看上了秀珍 于是用一个老妇人 来糊弄那个大官 这可把大官气得 当场就变成了蜀精 两人随之展开了一场 激烈的大战 眼看快把蜀精 绳之以法之时 出了意外 蜀精抢走了 她身上的笛子 吹起手中的笛子 瞬间唤醒了一只兔子精 幸好田允志 及时夺回笛子 随后 她带着秀珍 回到了山上 不一会儿 画坛就带着三个神仙 追着笛子而来 田允志的师父怀疑 画坛是妖怪 而妖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 血是绿色的 画坛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在身上画了一刀 为了保险起见 师父将笛子一分为二 画坛大师见事不可为 只好就此作罢 愤怒地离开 之后师父告诉田允志 秀珍是她死亡的引路人 晚上她送秀珍回家 还教训了秀珍家人一番 另一边 回家后的画坛 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血液 竟然变成了绿色的 原来她真是一只 道行很高的妖怪 魔性爆发的画坛 为了拿到笛子 竟然偷袭田允志的师父 回来后的田允志 看到师父遭人杀害 而傻傻的三个神仙 却以为是田允志谋害了师父 配合着画坛 将田允志收回到画中 收进画的同时 她也将画坛身上的笛子 带了进去 转眼五百年匆匆而过 妖魔再现人间 三个神仙 想要捉拿妖怪 奈何本领不够 画坛神龙见首不见尾 于是想到了田允志 他们施法解开了封印 将田允志放了出来 一出来 几人就对着田允志 狂拍马屁 忽然 兔鼠二妖找上门来 由于符咒 全在坐骑 大狗身上 法力无法施展 于是三人带着她 去找封印大狗的话 拿到符咒的田允志 果然如虎添翼 她便出一大堆自己 前来助阵 最终 两只妖怪 被田允志打得 匆忙逃走 追捕的过程中 田允志被一辆车撞倒 车上有个和五百年前的秀珍 长得一样的女孩 此时的秀珍并没有前世的记忆 为追捕妖怪 几人分头行动 一路上 田允志用法术 开启为所欲为的道路 顺手拿饮料 鸡腿 再顺便换个妆 因妖怪们 被元气大伤 几个神仙 准备将田允志收回画里 但田允志也不是个猪头 轻松破坏他们的施法 此时 其中一个神仙回到了教堂 给一个妇女排忧解难 突然 装着妖怪的葫芦 诡异的晃动了起来 她赶忙联系另外两个人 准备收妖 很快 两个妖怪再次摆脱了控制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招神父排忧解难的妇女 竟然就是消失已久的 画坛大师所画 但三个神仙 不知道画坛是妖怪 为了不暴露身份 画坛便露了一手 收服了两个妖怪 谁曾想 画坛找到大狗 给她喂了一颗药丸 说帮她做一件事 只要将田允志身上的符咒偷走 我就让你变成人 傻傻的大狗 竟相信了她的话 随后画坛又控制了秀真 要她引出田允志 当大狗发现 自己被骗时 已经来不及了 没了符咒的田允志 根本就不是画坛的对手 然而此时的秀真 在一个镜子里面 看到了一个吹笛子的人 一瞬间清醒过来的她 吓得从高楼掉下 田允志原本可以用 最后一张符咒杀死画坛 却用她救了秀真 这一下 没了符咒法宝 田允志轻松的就被画坛炸 并让三个神仙 把两节笛子重新结好了 眼看笛子就要到手了 可田允志突然顿入了修道真谛 没了符咒 照样可以呼风唤雨 一通混战中 田允志再一次抢走了笛子 画坛等了五百年 当然不会就此罢休 最终两人之间又是一场大战 画坛抢到笛子 并吹响了她 打算号令群魔 秀真却无意识变出桃花枝 插在了画坛的腰部 大家都很诡异 她一个凡人 怎么可能刺伤画坛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 她就是当初的大神 彪云台德 故事最后 画坛被三个神仙 封印在了画里 而田允志和秀真 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其实田允志 是韩国古代小说里 非常有名的人物 就像咱们中国 宗悟空江子牙一样 影片虽然没有按照原著来进行 但却延续了主角的 精灵古怪 和桀骜不逊的性格 也不是唯一不好的片子 有想观看完整电影的 可以私信我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都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